这是小云 这是Google 小云盒子 Google TV 小云盒子9 Max 1月13号晚上8点提醒我要抽奖小云盒子 大家好,我是爱玩3C的大迷 这个影片要跟大家开箱体验分享的是 小云迎接2024年通过Google认证的新品 小云盒子9 Max 来看看有什么亮点 影片请看到最后 有大家期待的体验抽奖说明哦 先来快速开箱 主机黑色方阵 体积小巧 可以比较容易的融入了大部分的电视设备 主机正面有很实用的电源 网路跟遥控接收三个指示灯 左侧有两个USB Type-A的接口 跟一个记忆卡插槽 外接设备也够用 后面为主要的连接口 分别为电源、网路、HDMI、音源跟光纤接口 机顶有小云的logo、名牌 是唯一可以拆摩的地方 来看看配件盒有什么 HDMI线一条 电源线有两种接口 旋转可以安装使用 最后是遥控器 狭长的设计握感很好 细看一下按键分布 多了Google助理按键 还有下方四个主流视讯平台的快速键 可以快速的开启常用的平台列表 一样需要自备电池 来跟前一代小云盒子9P比对一下 大小约略 遥控器更为细长 跟Google TV一样的白色四方选择环 感觉比前一代的小云9P的遥控器更好用 快来安装体验 接上电源 网路跟电视 前方面板可以检视目前的状态 电视上开始初时设定 内建国家选单 没有台湾 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喜欢的国家 之后系统会根据IP位置来辨识台湾 有使用Google Home的可以使用手机的APP来进一步设定 我利用遥控器来输入设定也没有问题 这里可以根据需要的收视平台勾选 也可以之后在Google商店自行安装 视音控制可以对应到使用的设备 家里的是Sony的Soundbar 可以直接对应控制 电源我是对应到JVC电视 然后全设备启动CEC 联动开关机 来看看Google赋能的小云多了什么能力 当按Netflix就可以直接开机进入Netflix平台 这种整合很到位 一般或YouTube键 启动则可以选择观看的人的Google帐号 我跟小孩子观看YouTube内容差很多 可以快速选择自己习惯的观影环境很有感 进入程式有一列应用程式列 除了预设程式 最后还可以点入所有程式列表 先来看看主流的Netflix 可以正常开启 有自行安装过Netflix程式的人 应该知道Netflix很挑设备 这应该也是认证设备的好处 家里没有Apple设备 但是Apple TV也是可以使用 家里也有Disney Plus的账号 所以看看程式也是可以使用 而且因为绑定 登入Google帐号 所以登入Disney Plus 不用重新输入 Google会自动填入账密 使用流畅 YouTube会根据登入Google帐号 显示喜欢的推荐影片 老婆爱的爱奇艺也没有问题 最后就是小云特色平台Yuger 也是同样可以用哦 试试频道直播 这时语音控制要使用下方的四射键来启动 东升新闻台 可以用来快速选台 在Yuger主页 则可以使用语音来搜寻 戏剧跟电影节目 蜘蛛人 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小云盒子9P的影片哦 加重因为使用Synology NAS 备份云端相簿 所以测试使用可以顺畅全家一起观看出油相片影片很方便 最后建议可以在Google商店下载一个 档案管理程式 可以使用USB随身碟安装APK 特色Yuger程式就可以下载APK来安装哦 再来看看Google系统其他整合 首页会有Google跨平台的推荐影片 但是如果推荐的影片没有订阅 推荐也没有意义 可以滑到最下方的管理服务 关闭没有订阅的平台 只留下你有订阅的平台 让推荐更个人化 整合当然少不了Google助理 每天早上看新闻 今天的天气 可以直接问天气 除了电视显示一周天气 还可以互动点看 当天每小时的天气预报 这个很实用 电视上可以向手机详细资讯 很方便家人讨论出门穿着 或者带闪的参考 有了Google语音助理 路径规划也可以直接在电视上询问显示 台北捷运站到 台北101怎么走 增加了使用电视讨论路线的场景 从台北车站到台北101购物中心 步行的最佳路线是走中校东路 台5线大概需要1小时17分钟 关闭餐桌灯 同样也可以使用Google助理来控制 家中连接的智慧设备 打开餐桌灯 打开餐桌灯 好正在打开餐桌灯 手上的遥控器身兼智慧家庭控制器 询问资讯也得到了整合 除了首次的Google助理回复 也可以点击连结进入网页浏览进一步资讯 遥控器也可以很方便的浏览网页 看累了想听个歌 只要说出喜欢的歌曲 你的Google预先整合的听歌平台 也可以进行播放 我有KKBOX的账号 不用安装就可以直接 整合播放 来看一下遥控器 一些特有的按键 这个电视键 是连接Google商店的平台 有购买Google影片的 可以使用 选单键可以显示直播节目表 方便选择想要回看的时段 可以显示正在收看的节目 与上下台选项 帐号键 可以快速选择 转换想要登录的Google帐号 可以随时 转换 YouTube推荐 节目表单 来谈谈 两个星期的体验感想 优点方面就是 Google整合加强的电视上 如同使用手机的体验 但是电视 又更适合多人一起 观看讨论 还有跨不同电视平台的整合 让多平台的使用者 可以顺串的转换观看 依然保留特色YouTube平台超能力超值 缺点 可能是无法一键开机进入YouTube 电视直播 年长者可能要适应一下 如果你也有兴趣体验 频道有一台可以体验资格抽奖 请按赞并订阅 i玩3C频道 然后于2024年 1月13日 晚上8点前 在下方留言 留言的内容 请说出你最喜欢的 小云9MAX 电视盒的一项功能 也可以选择 传送你的YouTube ID 到我的信箱 以便中奖通知使用 同样的 我会在最后跟中奖人确定ID 寄送电视盒时 会收取500元的公本费 希望你能中奖 如果你对3C开箱 拍照摄影 智慧家庭有兴趣 欢迎订阅i玩3C频道 谢谢